这是我们马太福音的一部分 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 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 耶稣回答说 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 不叫他们知道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叫他有余 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 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 听也听不见 也不明白 在他们身上正印了以赛亚的预言说 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 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 因为这百姓由蒙了心耳朵发沉 眼睛闭着 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我就医治他们 我们祷告 主圣灵我们在你面前来求恩典 你带我们进深水区 也求你自己把这样的恩典和眼光和生命给我们 让我们在这样的深水区里面 感受到主你的容美 你的爱 你的恩典的浩瀚和奇妙 老高峰耶稣的名 他们 这句话恐怕人信主 是不容易解释的 我们承认 恐怕人听见 对吧 恐怕人悔改 我就医治他们 我们在查经的时候 碰到这一类的经文 基本上就是躲开 这个今晚不能讲这个 我们绕开 基本是这样的处理方法 我也承认 这的确是圣经里面不容易解释的 危险区 深水区 但的确是美丽的 这个limited atonement 有限的救赎 是在我们 我再复习一下 是在我们谈tulip的时候 这个郁金香 这个教育里面 这个第三点 第一个total depravity 全然的败坏 我们在亚当的罪里面 彻底的无法自救 我们越修行 越骄傲 就越接近地狱 我们无法自救 全然无法拯救自己 我越想要靠自己 我就越像魔鬼 当我变成道貌盎然的人的时候 我是无法拯救的一个人 无法被救的一个人 所以我越想当好人 我越坏 这是最可怕的 全然的败坏 再来我们看到无条件的拣选 上师也稍微复习一下 上帝拣选了我们 不是我们本身有什么 值得被选的 而是他的爱 他的怜悯 我们提到了雅各被拣选 雅各是没有朋友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在社区里 在球场上 在所有地方都没有朋友的一个人 上帝说我选他 有什么不可以呢 这是无条件的 今天我们看limited atonement 有限的救赎 上师我们看到了 无法抗拒的恩典 我们记得Zachiyas 上帝说我今天要去你家 我们提到了这个 有一件礼物 你不收都不行 这个是上帝把他的恩典给你 我今天去你家做客 我今天住你家 他自己邀请他自己 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 今天我们看这个有限的救赎 下次我们看圣徒的坚忍 启示录五章九节 你们记得这句话 这段话说 他们唱新歌 唱给这位高阳听 说你配拿书卷 配揭开七印 因为你曾被杀 用自己的血 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的人来 叫他们归于上帝 又叫他们成为国民 做祭司归于上帝 在地上执掌王权 这是基督所做的事情 他被杀 他用血买我们 在万民中 万国中 把我们买回 有目的性的 成为我们成为 No.1国民 Citizen 第二成为 祭司Priesthood 我们是可以在神和人之间 作为这个桥梁 第三 我们是在基督里 和他一同掌王权 这谈到这个 复活的这个王权 我们已经在基督里复活了 但没有完全 所以我们今天 没办法特别谈这个 但我们今天要 focus上的是 他用他的血 买我们回来 这个买书 Purchase Redeem 不是大傻币 全部都买 随便 谁要来都可以 它是一个精挑细选 仔细检查而买的 确定要买的 以前的人 罗马帝国的人 要买奴隶的时候 也会挑 他们手会去看看 这个奴隶的牙齿 牙齿健康 这个奴隶就差不多健康 因为牙齿不好 他吃东西不好 咀嚼不好 他大概就活不久 会瘦弱 所以他们会看牙齿 会看全身的骨头 这个呢 不错 我要 那个便宜 那个我不要 在挑选奴隶 在买的时候 是经过一些挑选的 上帝买我们 有类似的观念 但不是因为我们牙齿好 我们可以为他做什么 以前的买奴隶 是因为这个人是有用的 我们会有这个错觉 上帝买了我们 是因为我们会替他传福音 对吧 上帝拣选林书豪 是因为他又会打球 又会传福音 不是的 这个不是上帝拣选的原因 他没有我们里头的条件 但他买我们 把我们挑回来买回家 这不是一个 全部都买 随便你们要去哪去哪 而是一个很专注的一个爱 他把我们从罪的这个奴役中 给赎回来 是这样的拣选 我们以前侍奉罪 我们所思所想的都是罪 他把我们买赎回来 生命记七章七到八节 你们今天也读过了这段经文 说耶和华专爱你们 拣选你们 这个词不是博爱 而是专爱 因为爱本身有一个挑选 你不可能真正的爱所有的人 你只能真正的 真实的爱某一位 耶和华专爱你们 拣选你们 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 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 所以他拣选以色列 不是因为以色列是大国 而是最少的 只因耶和华爱你们 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 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 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 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 这个词又称为particular atonement 不但是limited atonement 也称为particular 特定的救赎 他的拣选 不是博爱 不是发放救济品 发放福利 我们常认为上帝是一个慈善家 他的拣选是给所有的 不他的拣选是专爱 他是挑的 博爱是圣经中的普遍恩典的概念 圣经中有博爱的概念 是所谓的普遍恩典 叫做上帝赐阳光与水 给好人也赐给坏人 这是圣经有的概念 但普遍恩典不能拯救人 普遍恩典不能拯救人 他赐下给所有的 他的博爱是在这方面 但拯救的时候 他是专爱的 他是一个一个按着我们的名呼召我们 认识我们 来呼召我们跟随他 而不是说你们想来的都来 然后你也来了 他也来了 他不是一个 像政府在发福利金的时候这种感觉 所有这个条件以下都可以来 他是一个专门挑选的 上次智农问过的问题 前几个礼拜问过的问题 也有类似的这个 已经提早问了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这几个重点 第一个 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赎罪 首先是旧约赎罪日的成就 但我们用赎罪这个词 我们要记得这不是新约的发明 而是旧约那只羔羊 在赎罪日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 在立位纪十六章十一节 这边记载 立位纪十六章十一节开始 这边记载说 亚伦要把赎罪记的公牛牵来宰了 为自己和本家赎罪 这边是亚伦要做的事情 因为他自己是有罪的 他用公牛为自己赎罪 不是羊 是公牛 这是他自己的罪 拿香炉 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 扯满火炭 这坛是当年耶和华自己点的 这个火 他拿这个火放在香上面 又拿一捧倒戏的香料 撒在这个香炉上面 带入曼子内进入至圣所 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自己除罪 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 是 香的烟云遮盖法柜上的施恩座 免得他死亡 耶和华看不见他的罪 这个香 辛香之气 耶和华闻不到亚伦的臭味 我们里头的罪不但是看得见 而且是闻得到的 这股臭味在耶和华面前 耶和华说 什么怪味 但是你放上香的时候 没了 没闻到 闻到的就是这香味 亚伦是这样为他自己 作为大祭司来赎罪 免得他死亡 十四节 也要取些公牛的血 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 也就是他的前面 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 七次的血来遮盖洗尽他自己的罪 十五节随后 他要宰那为百姓 作赎罪祭的公山羊 这只羊是为所有的百姓和赎的 把羊的血带入这个曼子内的至圣所 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 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 十六节 他因以色列人的诸般的污秽过犯 就是他们一切的罪前 当这样在圣所行赎罪之礼 因因会幕在他们污秽之中 也要照样而行 看到这个会幕放在以色列人中 会幕都给他们搞张了 所以都要为他这整个会幕 为他自己而行 十七节他进圣所赎罪的时候 会幕里不可有人 只等到他为自己和本家 并以色列全会众除了罪出来 他出来要到耶和华面前的坛那里 在坛上行赎罪之礼 就是献祭 又要取一些公牛的血和公山羊的血 我在坛的四角 这个祭坛的四角周围 又要把指头和血 在坛上七次 洁净了坛 从坛上除掉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 只坛成圣 也就是过去这一年 所有的献的祭 把这个坛都弄脏了 一年一次连坛 这个祭坛都要赎罪 这样的赎罪用基督的 这都是象征性的 历维记十六章二十九节 每逢七月初十日 你们要刻苦己心 大部分是以禁食祷告来表达 无论是本地人 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 什么功都不可做 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力 因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 使你们洁净 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 拖进一切的罪前 这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 要刻骨己心 作为永远的定力 这是旧约赎罪日 Yom Kippur的那一字 全以色列会众的罪 在一次性的被洗清 一年一次 一次性的洗清 是你以后所在坛上所先的祭 也可以得到悦纳 这是一次性的为选民 我要强调这是为选民 为以色列民所做出的赎罪祭 基督的这个羔羊的血 没有为全世界 在旧约的时候 特别是只为这个选民 到了新约 我们刚才读了这个 启示录的经文 这个血就到了 万国万邦万民当中去 这是一个旧约跟新约 很重要的一个对比 在旧约里面是为选民 是在以色列国民中 但是到新约中 这个出去了 到万国万民 希伯来书在解释 这个赎罪日的这个含义 希伯来书十章十一节说 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上帝 屡次献一样的祭物 这祭物永不能赎罪 但基督献了一次 永远的赎罪祭 就在上帝的右边坐下了 从此等候他仇敌 成了他的脚凳 因为他一次献祭 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 永远完全 基督来完成了旧约 那只羔羊不能完成的事情 因为羊毕竟不能除去人的罪 基督来说 我是那只羔羊 我来除去人的罪 他一次全面性地完成了 为所有的选民 这选民不但在以色列中 也在万国列邦中 他为他所有的选民 一次性地除罪 所以这是旧约的预表 在新约完成 我们谈到赎罪 第二呢 这赎罪呢 一定是有限的 第一我们看到这赎罪是旧约的 应许的成就 第二 这赎罪一定是有限的 limited atonement 它不是unlimited atonement unlimited atonement呢 其实是基督教中的一个异端 在南星也有 叫做unitarian unitarian的这个词就是 所有的人最后都会得救的 叫做基督的爱最后会拯救所有的人 这叫做普救论 普救论有一个观念就是 上帝的爱最后会延伸到地狱里去 那连最后的那个坏人希特勒 在被上帝的爱感动了几千年之后 他也悔改 最后地狱就空了 对吧 因为上帝的爱是如此的浩瀚 unlimited 没有限量的爱 所以说实在的 要不要传福音也不是那么重要 最后他的爱一定会临到所有的人 到地狱里的人也有被拯救 这是圣经完全没有教导的 这是圣经里面的错 错误所否定的 他们universalism 或者是unitarian unlimited atonement的教义 是从罗马书五章十八节出现的 是对这节经文的误解 他们说 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 众人都被定罪 照样因一次的异行 众人也都被成异得生命了 是不是众人 他说是啊 持久节因异人的悖逆 众人成为罪人 这是亚当的悖逆 众人被他害了 照样因异人的顺从 众人也成为异了 这是他们所用的经文 所以基督的死是 把众人的罪都洗清了 但他们unlimited atonement教导的 没有注意到一点 你要成为亚当的后裔 你需要做什么吗 你生来就是亚当的后裔 你要成为基督的后裔 被他的血所遮盖 你需要做什么吗 需要 你需要信 你要从信心才能得生 你才能成为基督的后裔 他的血才遮盖你 不是生来就是的 你不是生来就是属基督的 你需要用信心进入基督 这个是universalism unitarian unlimited atonement 所教导的一个错误 对这节经文解经的错误 因为罗马书第四章已经讲得很清楚 你们是因信成义的 而不是只是基督使你成义而已 他们在从上下文中 断章取义的取出这段经文来教导 unlimited atonement 所以赎罪一定是有限的 limited atonement 亚敏念刚好是又出了一点点错误 在这里跟我们有点相反 Atonement is limited 亚敏念的观念 Arminius 是大概17世纪荷兰的一个神学家 他提出了一些质疑 他说 Atonement is limited in its power unlimited in its number 他的赎罪的能力有限 数量是无限的 上帝的能力有限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虽然爱你 他却要尊重你的自由意志 他想救的人 他也无能为力 不见得救得了 对不对 这是所谓的自由意志 这是亚敏念所谈的自由意志 是一个人的绝对自由 Absolute freedom 上帝想救的人 他都不见得救得了 对吧 他不断地感动你 派人跟你传福音 最后你说我不信 他能怎么办 他只能在门外扣门 求求你让我进来吧 可怜的耶稣 这是亚敏念的重要的核心教义 基督的数量 他的赎罪是给所有人的 广发慈爱 他是博爱的 但他的能力是有限的 Limited atonement 他也教Limited atonement 但是不太一样 对吧 耶稣想要救你 但实在救不了你 因为被你的自由意志 给拦阻了 他不能强迫你的心 这是亚敏念教义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但圣经的立场是如此 方好相反 圣经的立场是 Atonement is limited in its number Unlimited in its power 它是能力是无限的 数量是有限 其实亚敏念到最后 也得承认数量是有限 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得救 但上帝的这个救赎 耶稣的救赎 是能力是无限的 但因着他的拣选 数量是有限的 他要救的人 他就一定能救 我已经讲过多次 在旧约的那个 很坏的巴比伦王 尼布贾尼撒 上帝能使他谦卑 能救他 他在天上有一个新的名字 他不叫尼布贾尼撒 他是一个被拯救的人 逼迫教会的扫罗 上帝也能救他 在世面显出大光来光照他 使他得救 上帝如果既然有这个能力 为什么不光照所有的人 问题就来了 是吧 他为什么不光照所有的人 这就是拣选跟预定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这么做 他可以 他的确有这样的能力 就是他要我们用信心 来接受他 要我们基督徒来传福音 然后他来做这个拣选的工作 他没有解释 为什么他不拣选所有的人 他没有解释 这也是一开始 马太福音所提到的那节经文 恐怕他们看见 他的永恒的旨意里头 他没有拣选所有的人 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这么说 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 复活之位叫我们称义 每一次圣经里面用这些 所谓的pronoun代名词的时候 你要非常注意 他在讲的我们是谁 谁是我们的 基督徒 对吧 这是收信的读者 基督徒 我们 他没有说 为所有的 他是为我们的 他有一个very purpose particular的一个拣选跟预定 跟他的赎罪 以福所书一章四节 我们读过 但还是再读一次 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面前 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又因爱我们 就按着自己的意志 所喜悦的 预定我们 借着耶稣基督 得儿子的名分 使他荣耀的恩典 得着称赞 这恩典 是在他爱子里 所赐给我们的 我们借着爱子的血 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这恩典 是上帝用诸般 智慧聪明 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 都是照他自己 所预定的美意 教我们知道他旨意的 奥秘 这恩典是 他用诸般的智慧 聪明 也就是我们承认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他有比我们聪明的部分 他的选择 他的旨意 超乎我的明白 按着他的美意 来完成他的奥秘 有一些东西 他没有启示给我们 我们打破砂锅 问到底 最后有一个砂锅 是打不破的 就是上帝的奥秘 你不能一直再问下去 说上帝为什么 你不拣选他 告诉我 Tell me I want to know 上帝说 按着我美好的旨意 和我的聪明 所选的 I don't understand But I need to know 我这颗砂锅 一定得打破 I have to know 这个 无知的 求知的欲望呢 必须在上帝的主权面前 来降服 来投降 要不然 我们就变成上帝了 当我们看透上帝的时候 我们其实眼就瞎了 我们其实什么都不懂 我们以为我们看透了上帝 就是我们什么都不懂 这是C.S. Lewis 有名的一个比喻 他说你看得到窗外的 这个花园 树 鸟 那是因为窗户是透明的 但当你看透一切的时候 当花跟鸟都是透明 你看透一切的时候 你就瞎了 我们必须知道上帝是那位看不透的 他的奥秘在这边所提出 他旨意的奥秘 他没有告诉我们 他拣选的旨意 我们只能知道 这个深水区的水 比我想的还要深 就是这样 在里头享受他的创造 他是不能彻底的 不能透彻到我们 探测到底的 一幅说是五章二十六节 这是基督的工作 在赎罪中所完成的 要用水借着道 把教会洗净 成为圣洁 可以献给自己 做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 咒了我们等累的病 乃是圣洁 没有瑕疵的 保罗这边在谈婚姻 但他在谈婚姻的时候 他说其实我这谈基督的教会 今天下午一点十五分 也有婚姻的课程 欢迎各位单身跟已婚的 都可以参加 但这里头我们再强调 是基督的工作 基督不但拯救教会 也拯救我们的婚姻 他用水借着道 把教会洗净 成为圣洁 可以献给自己 这是他所做的事情 他有限的救赎 完成的事情 在多特性条里面 指出这段 第三条 指出这段经文的 这段 这篇道的一些总结 第三条 神儿子的死 是为罪所献 唯一和最完全的祭 与补偿 他有无限的价值 足以补偿全世界的罪 他的能力 他的worth 他的value 是没有限制的 读一下 稍微一下英文 The death of God's son is the only and entirely complete sacrifice and satisfaction for sins it is of infinite value and worth more than sufficient to atone for the sins of the whole world 是的 他的这个价值是无限的 他的那个能力是无限的 他足以拯救所有的人 可是他自己限制了 这个他拯救的范围 第八条说 因为这是父神主权的旨意 他全然恩惠的意愿与目的 叫他儿子借 这极宝贵之死的 使人复活与拯救的大能 临到所有的选民 这个 他儿子的死 使我们复活 对吧 他的复活 将称义的信心的恩典 唯独此给他们 借此使他们确实得救 基督的死 完成的事情是确实会拯救我们 不是救一半 剩下一半你自己决定 这是亚明恋所做的教导 他做完了他做的 剩下的那个是你自己的决定 不 他确实使我们得救 那就是神的旨意 乃是教基督在十字架所流的血 兼顾了新约 并有效地从各民各族各国中 拯救那些 唯独那些 从永远蒙选招的人得救 就是圣父所赐给他的那些人 他又赐给他们信心 这信心连同圣灵所有其他的恩赐 都是借他的死所买来的 又除掉他们的原罪与本罪 不拘是他们相信以前或以后所犯的罪 都一并清除 并且既然信实地保守他们到底 就至终无暇无痴 把他们带到神面前 得享永远的荣耀 他的爱不改变 他的爱是专属的 当时也谈过 他的爱不像高中生的爱 我今天爱你过三天 我不太确定我还爱不爱你了 他永远地爱你 他拯救我们到底 加上我们会谈圣徒的坚忍 太空事没声音了 这个永远给我们的这个信心 他保守我们到底 是我们真正得享荣耀 是我们得享永远的荣耀 他不改变 他的计划不改变 这样的爱 是我们所说深水区的爱 他不是 耶稣爱我 我知道唱一首歌 这很美 但这个爱是永恒的 在创世以前的 他挑到了你 就是你 你说为什么要选我 你说我就爱你 你为什么就爱我 这是我的智慧和奥秘 我没有告诉你为什么 这是有限的救赎 好了 问题来了 来 提问 这是以前常被问的问题 我先回答 如果还有没回答到的问题 再提 问题来了 第一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告诉我们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反的永生 对吧 上帝开了一个条件 然后他完成了这个条件 就是这个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反的永生 他把独生子赐给他们 这个宇宙 这个世界 神爱世人 这个原文是Cosmos 他是给这个整个宇宙 全世界的人 你怎么说 他的爱是有限的呢 他的爱是无限的 在这边看到 对吧 神爱世人 叫一切信他的 都可以 因信得救 当然这个条件并没有错 我们再强调 上帝所赐下的这个爱 的确是足以拯救所有的人的 但是 罗马书十章十六节 提出了这个问题 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 因为以赛亚书 以赛亚说 主啊 我们所传的 有谁信呢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知灭亡 反对永生 以赛亚的问题是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 谁会信 叫一切信他的 不知灭亡 反对永生 谁会信呢 没有人会信 所以我们就把福音讲得 越来越简单 越来越好信 你如果跟人见面就说 你这个罪人要下地狱 耶稣拯救你 只有他能拯救你 是你永生 你看谁会信 要不要去MSU Campus试试看 去你们公司里试试看 打电话给你们家人 你是罪人 你要下地狱 耶稣为你罪 十在十字架上 埋葬复活 第三天复活 他要拯救你 信他的必须永生 你看有谁会信 神经病 所以我们只好把福音 讲得更好信一点 信主有平安 有喜乐 信主真好 恩典真丰富 我们叫做打擦边球 讲了一圈 其实没有讲到核心 对吧 我们就是 信主多好啊 你看他多爱我 我们讲爱 讲平安 讲福音 讲和平 讲善行 讲各种的事情 有谁会信核心 就是基督为我的罪 在十字架上埋葬了 第三天复活 成天 信他人得永生 没有人会信 但是有一种人会信 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八节 外邦人听见这话 就欢喜了赞美上帝的道 凡预定得永生人都信 有一种人会信 他说预定得永生人 你在我们以前 我以前教过的 科斯使徒行传是 你如果仔细去看 所有使徒们 所讲的这个福音 他们都讲一样的福音 耶稣为我们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 第三天复活 凡信他人都有永生 他们真的只讲这个福音 你仔细去查 使徒们所传的福音 他们真的没有到 各城各乡去说 信耶稣的有平安 他们真的没有这样传福音 他没有到 你再仔细看 保罗 彼得 他们所传的福音 他真的没有到了 这个 哥林多的时候 保罗就是看着 这层的人心刚硬 或者到雅典 看着人心刚硬 他就说 我告诉你们 信耶稣的人有平安 还是讲一样的福音 但是凡预定得永生人都信 这是我们传福音 真正的确据和把握 有人会信 是主 拣选的人 所以神爱世人 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治 灭亡 反得永生 这个事情就完成了 是主自己完成的 借着他的预定和拣选 来完成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开的条件 第二个问题 常有人会提出来的问题是 提摩太前书四章十节 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 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神的上帝 他是万人的救主 更是信徒的救主 我们特别喜欢这个经文来指出上帝的拣选 或者是赎罪是无限的 他是万人的救主 是信徒的救主 但我特别把英文给你翻出来看 就是他是all people 这个词很重要 因为在旧约是 Jews 犹太人 到了新约是all people 所有的民族 这个词不是一个 耶稣要成为所有人的救主 而是所有万民的救主 这是一个有人提出来的一些质疑 第三个质疑是 彼得后书三章九节 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 有人以为他是单言 其实不是单言 乃是宽容你们 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 我们喜欢这些经文 告诉我们主愿意人人都悔改 他的赎罪不是有限的 是无限的 人人都悔改 这边你再看这个pronoun 这个代名词 有人以为他是单言 其实不是单言 乃是宽容你们 你们是谁 收信的人对吧 你们 乃愿你们的人人人都悔改 对吧 他是有一个限制性 他不是宽容所有的人 因为在很多的选民 他们也许坐在教会里 但其实他还没有重生 他还不明白 神的罪 神所谈的这个罪 悔改 耶稣的复活 这个基本的福音信息 我们也承认 来到教会的所有人 不见得都是因为 听到福音信息而来的 我们的确 我自己包括在内 有的时候传福音都不太 不太那么完整 很有可能你听到的是 新耶稣的爱 祂的喜乐 平安 你很有可能不小心 被听到的这些 或者是这里的人对你好 或者是这里的人 有好吃好玩的 对吧 我们会有不同的原因 进到教会 但彼得写的信是说 主是宽容你们 当中所有听到这封信 听到这篇道 所有人使我们都能悔改 主为什么到今天还不回来 两千年了还不回来 因为还有选民还没得救 我们传福音就不断地 要做这事情 传福音 把所有的全天下的选民 都得救 都能使他们得救 有的选民甚至还没有生 但上帝在万事以前 以前已经先拣选了他们 所以主还没来 主不是单言 还是宽容 主不是delayed 他是patient 好的 有没有其他问题 没有解答到的 来 请请 好问题 如果人不接受预定论 会不会影响他的灵命成长 我想是会的 迟早会影响 你如果一直在潜水区玩水 你的灵命就一直在儿童潜水区 对吧 如果你作为基督徒 一直不愿意进入深水区 看到主的爱和预定和拣选 对我们的专爱 我相信会有的 而且你读经会越来越 却有一些东西你读不进去 这是迟早在我们的读经生活里面 灵修生活 你就会读到这些经文 然后你会说今天一点收获 一点得着都没有 但这个原来可能是一个极深的爱 但我们在我们的不解之下 成了一个无法理解而跳过的一段经文 我以前读以福所书第一章就是如此的 读不懂啊 只好跳过去 罗马书第九章也是如此 读不懂 只好跳过去 那我们的灵命就慢慢地会卡在这一个 留在这个潜水区 所以我们的这个 赞经的劝告 是一个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成长 扎根 我想这些经文 我也给你们看了 不是只有一两段 它是全面性圣经各处都有的 所以你很难说 永远地绕过这些经文 如果你暂时觉得呛到水 这个实在无法接受 暂时可以 我们理解 但你得慢慢地回来 再思考 再默想 可是因为这是关乎我们的救恩 和关乎我们的爱的 关乎神的爱对我们的爱 好问题 对 是啊 还是帮主主爱的 只是得成长 对吧 你不能一个高中生 还在跟那个幼儿园的小朋友 坐在那个潜水区 去玩那个啥 去生一点的水 该长大 所以主还是爱所有的人 所有他的选民 他还是爱 但主要我们成长 这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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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 对 对 Samsung 小伙子 对 对 好的 谢谢 志农的问题是我不太 就是我重复一下 我不太确定是不是我被拣选 我只能 做我基督徒该做的事 但彼得我们要确定 所以这个事其实是可以确定的 在彼得后书 第一章第十节 到十一节 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节到十一节 彼得后书 如果没有圣经可以打开 手机上的圣经也好 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节到十一节 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 使你们所蒙的恩招和拣选坚定不移 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 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 得以进入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在英文版也很清楚地说 Therefore brothers Be all the more diligent to confirm your calling and election 他要我们confirm 要确定 也就是我们可以知道的 在我们基督里成长 彼得在这里前面 从第三节 如果你手上还有经文的话 从第三节到第九节 看到的是要我们效法他 让我们在他里面成长 那我们就可以确定我是蒙拣选 因为我的生命在改变 我感受到我的生命不一样 我周围的人也感受到我的不一样 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在教会里 要小组里面成长的原因 你可以问人 你觉得我像是我的生命改变了吗 有些人会很诚实地告诉你 有些人不会 你找不到诚实的人 可以问双文姐 他会问你 他会告诉你是个猪头还是羊头 这是一个fellowship 一起成长的好处 就是我们彼此在这个主的爱里面 来问我的生命有没有改变 我有没有在成长 那有的话你是被拣选的 这是你的蒙招的人 会有生命的改变 所以是可以确定 这是一个重要的之一 保罗也有提过其他经文 这是重要的经文之一 要我们保罗跟铁撒罗里加人说 弟兄们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 他怎么知道 因为他看到他们生命的改变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我们主的福音临到我们身上 我们生命的成长和改变 这是蒙拣选人的记号 所以如果一个人一直生命没有成长 一直不读经 一直不聚会 我们就会打一个问号 他是不是生命被改变 他是不是蒙拣选人 我们可以问这个问题 那个人自己也该问自己这个问题 我有没有成长 我有没有读经 我有没有祷告 我有没有灵修 我有没有聚会 这是一个很基本的成命成长的一个开始 是可以确定的 好问题 下课祷告 以后再问 我们一起祷告 主 我们在这里赞美你 愿你的灵带我们进入这个 你丰盛的恩典里面 打开我们的眼睛 看到你对我们的爱 打开我们的耳朵 让我们听见你的福音 能够明白 让我们不成为那种 在这里祷告 实在说的没有一位是被撇弃的 没有一位是那个主恐怕他听懂的 而是每一位主在你的面前都是 蒙拣选 蒙恩招 你的话语 你的福音改变我们每一位 愿你的灵做这个人手不能做的事情 在我们的心里面行割礼 使我们的心得行割礼 使我们的心里面受洗礼 使我们的生命被挽回 被转回 我们全然堕落的这个罪信 得到在主基督里的新生命 谢谢主 愿荣耀归给你 老高峰耶稣的名 阿们 福音师哥